连请全城百姓吃喝三十五天 厨子请了二百个 葬礼宴席每天从不重样 袁世凯都专门派兵维护秩序 乡亲们还拿了不少好东西回家 李连英知道后 非但不生气 反而高兴较好 李连英为何要用这么大的排场 给母亲下葬 又为何要任由乡亲们占他便宜呢 李连英的母亲曹氏去世于1906年的初冬 一收到家人传来的消息 李连英就跑去慈禧面前哭着讨一职 他是河北大臣李甲村人 年纪上小时便入了宫 深得慈禧的宠信 在宫中的日子微风八面 但没能在母亲面前伺候 让极其孝顺的李连英很过意不去 于是他便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本想着从此之后 就能让母亲安享晚年了 谁知没住几年 母亲就去世了 悲痛欲绝的李连英想到 既然母亲生前无福享受荣华富贵 死后一定要风光下葬才行 此时大清正值国难 而他虽在宫中很有权势 但作为奴才不能盲目僭越 于是李连英便如实禀告了慈禧 身为古兮老人 慈禧十分感慨李连英的孝顺 正好他一直都推崇孝道 当即赏赐李连英四十八万两白银 让他好好安葬母亲 如果不够可以再找直立总都要 李连英并不在意这份赏赐 毕竟他是慈禧眼前人人八戒的大红人 根本不缺钱 他想要的就是慈禧的这道意志 这既是天大的荣光 也能让他放手去安排葬礼 李连英先在北京请来和尚和喇嘛 念了四十九天经 然后将母亲的灵鹫停放在护国寺内 每天都有三十多人巡逻看护 早中晚还要举行祭祀 在北京的丧事结束了 李连英又开始筹划在老家的葬礼 由于还在宫中当差 李连英就叫两个弟弟先回老家做准备 临走前他叮嘱弟弟 葬礼就按照五十万两银子的标准来准备 不够往上加 两个弟弟回家后找到了当地的乡绅 将此事告知 要知道当时百姓们每家每户一年的花销也就一两银子 那些乡绅也算是有钱人了 但一听说这场葬礼的标准竟是要五十万两银子 顿时惊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其实李家人也很吃惊 不过李连英既然安排了 他们也只能按照吩咐去做 在那段时间里 李家人每天都想着如何花出这笔银子 甚至去请了当地的教书先生 直到第二年春天 才终于拿出了一个让李连英满意的葬礼方案 于是在1907年春天 李连英向慈禧告假后 扶着母亲的灵鹫返回了老家 没想到葬礼计划得很好 等到实施时却出了岔子 根本没有人来吊咽 以李连英的身份来说 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没人敢来参加葬礼呢 当时李家人已经在家门口子 搭起了棚子 搬起了流水席 向整个大城县的百姓发出了邀请 上至乡绅 下至乞丐 谁都能来 也不用上礼 但是李家门前依然无人光顾 李连英十分纳闷 他是什么身份 乡亲们竟然这么不认 不给面子 就不怕得罪他吗 李连英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才得知 原来直立总督袁世凯知道此事 专门派了三百个士兵过来维护秩序 他们守在路边 气势汹汹的 乡亲们哪敢过来参加葬礼呢 李连英对此很不高兴 让人去通知袁世凯 不要让士兵白天出来站着 只能晚上巡逻 士兵都撤走了 大城县的乡亲们顿时朝着李家涌来 一时间都分不出乡身和乞丐了 李家人准备的宴席是当地风俗中 规格最高的十三碗 桌上摆放四两碟九大碗 还有一堆丰盛的大鱼大肉 为了准备宴席 李家人事先请来了二百多个厨子 把灶台摆在门外 桌上的菜每天都不重样 按照风俗 葬礼上还要准备白馒头 让乡亲们带走 就为了蒸这些白馒头 附近三个村子的人都忙碌了起来 从早到晚都歇不下来 但是乡亲们可不管李家人有多忙 每天蜂拥而至 将宴席上的饭菜席卷一空 这才带着白馒头 心满意足地回家 李莲英自然知道来吃席的人 并不是真心牵来吊宴的 但是他一点都不在乎 当年他为了混口饭吃 静身当了太监 多少人因此瞧不起他和家人 如今他飞黄腾达 大张旗鼓地筹办母亲的丧事 除了给母亲尽孝 也是为了让这些曾经 看不起他的乡亲们看看 他现在是多么的风光无限 这场葬礼足足持续了35天 不光是大城县的百姓们 都跑来蹭吃蹭喝 就连周围几个县城的人 都赶往这边 一些跟李家毫无关系的达官贵人 为了八戒李莲英 也不远万里地赶来 最后连京城都闹得沸沸扬扬 那些跑来吊咽的有钱人 不光人道理道 还各自请来了做法式的道士神婆 李家门口越发热闹了 李莲英健壮 还觉得不够威风 正好她的母亲生前最喜欢看戏了 于是李莲英又叫人 临时在村口搭了个戏台子 请来有名的戏班子 每天早晚各唱一场戏 一时间整个李家村风光无限 李莲英想着 这样一来 等到她辞世以后 家里人便知道为她筹办葬礼的标准了 到时候肯定要比现在更风光 然而事实恰好相反 李莲英美好的愿景并没有实现 整个李家村的乡亲们 都觉得李莲英是个好人 这是因为正好赶上一个苦春 当地百姓正在为生计愁眉苦脸 没想到李莲英 为母亲筹办的这场豪华葬礼 竟然持续了一个多月 他们除了每天都跑来蹭吃蹭喝 还从不空手而归 李莲英早就叫家人 在门口准备了八口大缸 每个缸里放的东西都不一样 有的是米 有的是肉 有的是馒头 不管来不来吃席 路过的百姓都能从缸里 拿点东西回家 当时为了准备足够的肉 李家人差点将全城养的猪 都买过来 他们这一番举动 直接拉高了当年城中猪肉的售价 导致很多人家甚至吃不起猪肉 不过没关系 买不到可以去李家拿 原本愁苦生计的百姓们 就在李莲英的招待下 高高兴兴地走完了春天 这一年也成为了当地人终生难忘的一年 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非常幸福 葬礼结束时 李莲英还专门叫人挨家挨户去检查 看到乡亲们家中都有了足够的馒头和肉 他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等到他母亲下葬时 当地拿了李家好处的百姓们 全部都跑出来捧场了 光是台关的小伙子就有二十多个 后面跟着送葬的队伍更是绵延数十公里 就算是皇帝下葬都不一定能享受这么大的排场 李莲英这样安排母亲的葬礼 其实也是想为自己死后做准备 有了这样的标准 李家的后辈子孙自然不会敷衍他的丧事 可惜计划没有变化快 同年冬天慈禧太后也病天了 李莲英最大的靠山没了 他虽然依然能够留在皇家地盘养老 却失去了昔日的骄横和霸道 更别提举行一场场面惊人的葬礼了 在他生命的尾声 四子和侄子们为了分得他的巨额财产 不惜大打出手 整日争执不休 李莲英健壮万分伤心 但这一切都是他亲手留下的祸患 想要制止已经不可能了 据说李莲英的死因一直是个谜 他过季的孙女称他死于利己 得病三四天就突然死亡了 但是他去世时还是初春 这个季节得利己让专家都感到费解 也有人说他树敌太多 出宫之后就被仇人所害 最后连遗体都不完整 只剩下了一个脑袋下葬 而李莲英聚敛了一生的财富 也被两个四子挥霍一空 他作为一代全奸的生威 就这样云霄雾散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